跑到這裡沒路了 我有路 沒路 這邊寫 跑 跑什麼 跑嗎 跑嗎 喔喔 應該自己輕路 走 不過 這個感覺很像那個 故宮旁邊 上去那個 那什麼山啊 往那個 狗陰琴古道 那個感覺 不過這裡有個 宜蘭縣 列館樹木 這大棟的喔 這大棟的啊 胖胖樹 好像五爪這樣 GO 就右串起來 這個角度的過山島是這樣子的 從他的右後方看這樣子 欸 頭在前面 看到嗎 屁股 頭一點點 加西 加西 哈 一路都是這樣子的 緣喜山盡 這段 這段還蠻清楚的 剛剛有一段 就是 兩旁的那個 那個 草木都已經 蓋路了 所以這個 要靠 各位山友都都來走 因為大家都不是走這條 這條是那個 江西溫泉 江西 火車站 轉運站 直上 雀子山 那可是大家都不是走這條 大家都是走那個 黃紅山 就是 跑馬古道的圓通室走的 我們這條是 登山隊的大哥大姐在走的 那 因為這裡比較 遠嘛 你北部你台北 所以很多 就比較少人走了 GO 加油 繼續走 第一次過去 時間來到 18號的 一個小時 要20分鐘 走了兩公里 快三公里吧 第一次過期 雖然說不是很熱 但是 就 還是很累 還是需要水 遇到這種地方 是太棒了 可以清 沖涼 不然吼 會悶熱水 GO 你看到眼前這片 就是哇 這樣子 就是 全部都是綠的 都是樹啊 沒有 沒有綠的以外的東西了 你看 路也看不是很清楚 不過 很漂亮有沒有 世上都是鳥巢節 然後 樹上也是綠的 然後就在溪谷旁邊 全部都是綠的 綠的 綠的油 住在這裡就好啦 不用回去 啊 那邊的大樹 溪谷可以其實 看不到溪都是綠的 啊有啦 中間有石頭 你看這路都是綠的 啊 水啦 忍不住又路了 你看 你可以玩水 哗啦啦的流水 夏天來玩水一定很好 這裡一定是 跟那個冷氣房一樣涼涼的 不過來走到這裡是 嗯 海拔應該是 二十到四百 這裡海拔是四百 大概要三公里 綠綠的 哇 溪吧 噴多金 你看這環景全部都是綠的 綠到不行 快點 快拉拉的溪谷 忍不住就路了 第二次過溪 還好啊 不然好熱哦 熱到時候不來 就要過溪這樣 你看 前面有布條 過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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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圈這樣 欸過溪 好 布條 哦 前面又要過溪爬上去 爬到對面去 看起來是這樣 走 準備再過溪 哦哦 沒有路 接近 啊 接近雀子山 但是 茫草蓋路 因為我們現在走的這條 不是 大中路線 滾滾 我們這才好像是那個 欸欸欸欸 哦 所以這裡就是了 接到那個 一般路線 好 這邊看看 看看 那我應該走哪一邊啊 好 看地圖 不然不知道 看圖子 看軌跡 看哪邊是上山哪邊是下山 這裡應該就是傳統 就不是傳統路線 就是 大中路線 就是那個 圓通式路線 一邊上一邊下 好 go 耶 要出樹林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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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到了到了到了 這肯定是雀子山啊 哦 阿伯 還去 山的那一面 這肯定跳 哪裡哪裡 這裡這裡 看了海齁 哦 人不夠高 哇好美啊 我到了我到了 好美的龜山島 好 好 三等三角點 雀子山 六七九 又名洪子山 郊西富四山 台語有叫 就是一個水桶翻過來吧 六七九 八百三十九號 哈哈哈哈 中中央的西 歸山島好美 好美的海岸線 潮溪 宜蘭 好聽好聽 平林 歸山島這個方向是這樣子的 好 啊忘了分享了啦 大概從 我們就是從海邊來的嘛 從零到六七九 爬升大概就是六七九 然後 4.5公里 大概就是冷水坑到七七三的兩倍斗啊 是兩倍斗嗎 對啦差不多啦 好 距離 時間 出發後的兩個半小時 走了4.5公里到這裡 完畢 龜山島 三等三角點的雀子山 從海邊到這裡 679 爬升 零到六七九 4.5公里 完成了 再來就要下去 那個雀子山 東北風的樣子 然後再下 跑馬古道 龜蛇熟海口 拔海口 骨爪背海口 漂亮啦好聽啦 蛊子 雀子山 小百月喔 三等三角點喔 看到蘇澳喔 今天天氣不好,不然可以看到雪山山脈,是吧 剛剛離開雀子山三角點 就有這種,那個藍洋平原和你貴山島的美景 650公尺 從山上看海上,龜山島 南洋平原 來介紹一下,目前是剛剛下雀子山 有一個小山坡 下一個大平台 類似芒草草原 雜木林,後面芒草大草原 那裡是哪裡呢? 我也不太知道 不管啦,山下是美景 這裡可以看得很清楚 沒有那個草長出 山下面就是藍洋平原 和龜山島 可以放大一樣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下來的路 下來的山路 好 這個雀子山在後面 山路下來 山下的美景 藍洋平原 龜山島 好 然後,待會要下去的龐馬古道 雜木林 草皮 有一個大平台草皮 好,go 你飛走嗎? 你飛走嗎? 拜拜 拜拜 我們從雀子山下來 對面是那個平林吧 好媽古道 好,下來前面 美麗的龜山島 跟藍洋平原 要往下走 那應該是原通室 就是 一般的登山口 你從半山腰開始爬的 但是我們不是從那裡爬囉 我們是從海邊爬上來的 美麗的龜山島 好 好 這裡有一個小山頭 待會也可以拍 也可以回拍 山上 南洋平原的水田 守護城 歸山島 難道它就是傳說中的 鎧子山東北風嗎 好,去看看就知道 這是下來的山路 橫渡 在下切 一開始下切 下切 在橫渡 在下切 下到這個小山頭來 一路可以看到羅東 蘇澳 宜蘭 六節 三星東山 五節 宜蘭 頭層礁溪 屏林就在前方 跑馬古道 GO 耶 雀石山東北風 幾公尺呢 不知道 後面是雀石山 這裡矮矮的 這裡是雀石山東北風 幾公尺 都看一下 450 雀石山 679 雀石山東北風 只有450 我以為會 沒有看到 因為那個 軌跡上找不到 原來這這麼矮 就是下了一大段 從 679 下到這裡 以為快要到那個 跑馬古道了 還會再跟他相會 太好了 雀石山東北風 耶耶耶耶